为什么你买的五人月饼不好吃 因为里面的馅料都是一些镊子的花生 五人馅料一定要自己做 吃起来才够香 熟干果放烤箱里面130度烤10分钟左右 水果干用剪刀剪成小块 建果烤好之后用剪刀或者是刀切碎 糯米粉和面粉用175度烤15分钟 中间翻动一下 把转化糖浆和清水放进奶锅里面 搅动一下小火加热 水盖之后煮30秒光火放凉 加入玉米油多搅一搅搅成乳化的状态 再把坚果干水果干全部都倒进碗里 先给它搅一搅混合均匀 加入高度的白酒边加边搅拌 把白酒全部加进来之后 再加入冰糖也可以用白糖 冰糖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再把煮好的糖浆给倒进来 接着用筷子搅一搅 搅好之后加入面粉和糯米粉 先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下手抓拌一下 抓捏能够轻松成团 像这种软硬程度 按压紧实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备用 转化糖浆倒进碗里 加入溅水 花生油 大力地搅拌一下 多搅一搅 搅大概一分钟左右 搅好之后再加入普通的中筋面粉 不要大力地揉 避免起筋可以用手抓 也可以用刮刀像这样拌均匀 搅好的面团是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 用保鲜袋装起来 洗面最少4个小时 把馅料分成16等份 用力地把它团圆 面皮形好之后 分成16等份 先搓圆 然后按扁 按扁之后 放上一个馅料 倒扣过来 先把它定一下形 然后再翻过来 用虎口慢慢地转着圈收口 包这种月饼的话 戴上手套会更好操作 收好口之后搓圆 放到面粉里面滚一圈 63克的月饼模具 大力地按压两下 这样一个月饼就成型了 全部都摆进烤盘里面 喷一层清水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6分钟 一个蛋黄 加一滴的转化糖浆 两滴的清水 用勺子混合均匀 然后过筛一下 最好选择这种软软的羊毛刷 把多余的蛋液刮干净 月饼拿出来之后 晾一会儿晾到不烫手 轻轻的薄薄的 刷上一层蛋液 刷好之后 用180度烤大概10分钟左右 烤好之后 我们的月饼就可以出炉了 做好的月饼 画纹非常的清晰 颜色也很好看 戴上干净的手套 给它打包 可以保存得更久 密封回油1到2天 面饼会变得软软的 颜色也会加深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卡